冬天的限定版 夏天就沒辦了 其中包括有我們的賞鳥專家 還有我們在地的一些好朋友 會帶領著你們一步一步去探索 為什麼候鳥會來選擇我們這邊來棲息 早上或者是在黃昏的時候 會到我們那個漁溫裡面去秘食的一個盛況 冬天它沒有黑暗的感覺 那黑麵皮露呢 是這六種皮露裡面 數量最稀少的 所以呢 它是保育類的 所以我們才會特地去秘食的光景 其實黑麵皮露它透露它的外表幾乎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漁民對於這些水鳥這些野鳥的態度 然後到現在的一些轉變 口腥對於牠們來講比較沒有那麼不好 雖然說牠們還是會懶 但是牠們真的去吃一些 其他不是我們主要餵養的下雜魚 比如說五國魚之類的這樣子 牠對於我們的影響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 小時候對白鹿絲的影響是 小的白鹿絲就是現在的小白鹿 是大白鹿的小時候 那是後來慢慢的偶才發現 不是只有我們印象中的一種白鹿絲 牠有分小白鹿從白鹿到白鹿 對!然後移行用整治的這樣子食證 不是有空作 所以牠是跟蠻合養在一起的擁鞋 這樣再入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